那时候有人给耶稣带来一些小孩子 要他护魔他们 门徒却斥责那些人 耶稣看见了就生气 对他们说 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 接受天主的国 绝不能进去 于是耶稣抱起他们来 给他们复守 降服了他们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有人给耶稣带来一些小孩子 要他护魔他们 一读到这句话我就想起我们的一个习惯 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在全世界 很多国家 很多教堂 至少我去过的都是这样 一到弥撒中 把孩子们护魔带着他们到祭台前 求神父护魔 求神父降服 我们每个主日你们看到那五六百孩子 他们排着队到前面来 小孩自己能跑的时候 他不愿意让大人抱着 他自己排着队要来 结果有的时候来得晚了 或者是睡着了 参与了台弥撒登 回家 在路上醒了 还不醒 为什么 神父没有摸我 今天没去神父那儿 还闹着要翻回来 因为刚睡醒 你看小孩们 他们渴望天主 特别父母们 归功于他们 把孩子带到天主面前 渴望得到天主的祝福 从小要在孩子心里 点起这个渴望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有时说孩子大了 为什么就不爱进教堂了 不爱祈祷了 父母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每个周五晚上 我要给两个家庭 发一个圣像 特别专门定制的 圣家三口 上面写着一句话 平安从这里兴起 我们的村 我们的堂区叫兴安 我是这样解释的 兴起平安的地方 怎么样才从这里兴起平安 就像过年我们见了 都彼此祝福 生意兴隆 发财 不是你说说就兴隆了 就发财了 就有福了 同样 我们叫兴安 不是叫个好听的名字 就真的如愿以偿 兴起平安的地方 在哪里 在祈祷中 当我们每天 一个家庭 父母 夫妻 一起带着孩子 我们在这里祈祷 天主就会祝福 就像对亚巴郎说 我要让你成为一个福源 万民因着你得到祝福 弟兄姐妹们 天主简宣我们做他的孩子 是为了全世界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虽然以前药理上说 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 为恭敬天主 救自己的灵魂 这个药理这样说 已经过时了 后来有人又加上 也为救别人的灵魂 仍然表达的不够好 我们认识天主 天主让我们 成为他的门徒 我们信教 是为了全世界 怎么这么说 你每天 在天主面前祈祷的时候 我希望你要心怀别人 心怀世界 心怀天下 每天透过电视新闻 发生多少的事 为他们祈祷 不只是 光是为我的腰痛 为我的腿痛 头痛 然后为我的孩子 也想到你的邻居 也想到你的朋友 今天接到几个电话 朋友有车祸 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新闻 很不幸的消息 马上祈祈祷 天主为他们 就像 亚巴朗 有一天 遇到三个人 其实是天主的天使 正下走向一座城市 他们说我们有点事 不能不跟亚巴朗说 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 刚才亚巴朗接待他们 其实亚巴朗也不知道 那是谁 就是过路的 可是亚巴朗心非常好 看到这几个过路的人 因为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多少里地远 没有一个村庄 现在有人走路到我们这儿 天这么热 需要喝水 亚巴朗正在门口坐着乘凉 马上就拦住了 哎哟 我的主人 你看他称客人 那么客气 我的主人们 你们如果认为我家当得起 请你们进来歇歇脚 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吃完后 你们再赶路吧 因为前面很远 没村 你们到吃饭的点了 找不到饭吃 亚巴朗怪不得 成为天主的朋友 他的心是那么善良 这几个陌生人就说 那好吧 进来吧 然后他就开始杀牛 杀羊 活面 烙饼 大饼卷肉 就上来了 然后大家就吃 吃完了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 亚巴朗当天 别看杀了牛杀了羊 花了不少钱 但是他赔了吗 没有 那天发生什么事了 看起来需要读圣经 吃着饭 大家吃的都不好意思了 这几个人说 哎 你家几口人 亚巴朗说 这不我 还有我的太太 哦 就你们老俩 对 就老俩 没孩子吗 没有 哦 其中一个说 明天这时候 你就会抱上孩子 天主就给了他一个孩子 其实我们平常说 舍得 舍得 有舍就有得 但是亚巴朗招待这些人 并不是说 为了得到点什么 今天的人 常常先会算账 今天的人聪明 先看看 我对 好 我这样对他 我得到的回报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 是 看谁家过事 给谁家送个钱 以后咱还有孩子呢 到时候 多来往 到时候闲着 咱多有面子 大家都给你送 一个要饭的 一个过的日子很差的 谁也不欺负他 谁都离得很远 反正也沾不上他的光 亚巴朗不是这样 他看到的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一个走路饿着的人 来到我家来吃饭 他万万没想到 他招待的这几位会给他赏报 到最后 到最后他们要走了 亚巴朗说 再歇会吧 不 他们走出去一段 他们说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事不能瞒着他呀 他说一说 说什么呀 他说 你看 现在我们要去罚那几座城 因为那几座城的人太坏了 他们的 控告他们的声音已经到达了天上 我们下来去看看 如果真的是那样 我们就消灭这几座城市 哇 亚巴朗一听 连色历史就变了 一听 哎哟 这还了得 那这几座城市有多少人呢 整个的要被消灭 哎哟 我主 你看 我什么都不是 但是我还是想替他们求求情 如果里面有五十个好人的话 比如说 那你就连好人跟坏人一起消灭吗 这时候前主说 如果有五十个 我就绕了这几座城 哦 亚巴朗一听 有门 接下来说 那如果数数最后不够五十个 就差五个 那你还要罚吗 这时候亚巴朗就像去了超市 开始讲价了 你看 天主说 如果真是四十五个 我也不法 那如果有四十个呢 四十个也不法 哎呀 你真好 我再大胆说一句 那要是有三十个怎么样 三十个也不法 亚巴朗这时候又说 请你再容许我 只有二十个会怎么样 二十个也不法 亚巴朗这时候说 请容我最后再进一言 你不要动怒 就找到十个好人 会怎么样 你们知道答案吗 天主说什么 十个我也不法 啊 你就很惊讶了 从五十 讲到十个了 这件衣服五十块 最后降到十块 你会啊 这么便宜 结果亚巴朗再也没有话说了 他就觉得 我不能再往下讲了 我还能说什么 这么多人 连十个好人都找不到 我没办法说了 好了 谢谢 结果天主真的去了 你们知道后面的故事 他们到那以后 去了就 还没进门 就被人抓了抓住 不行 这是哪来的人 哇 没有几个好人 最后天主 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 到第二天 把那里唯一的几个好人 三四个吧 带走了 带走了之后 后面火光冲天 一下子几座城市都被烧毁 为什么我讲这个故事 亚巴朗 在天主面前祈祷 天主的仁慈 事实上 亚巴朗没有再求下去 如果亚巴朗再求下去 就一个好人 你罚不罚 你们说天主罚不罚 罚不罚 那亚巴朗不能再说了 到今天我们知道 救着一个好人 天主救全世界 饶了全世界 这个好人是谁 耶稣 他自己在天主面前祈祷 天主要拯救全世界 世世代代的人 就因着这一个人得救 因为姐妹们 我们被招是为了大家 为什么今天我讲的这些 本来我想讲的都没有讲 这些小孩子 从小你们要把天主的渴望 放到他们心里 让这些孩子渴望天主 一直 你不要及时管你自己 孩子长大了 同样陪着他们 让他们学习祈祷 每天早上晚上 吃饭的时候 出门的时候 开始工作的时候 开始读书的时候 开始要打一个电话 哎呦我不知道 对方的脾气挺大 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老板说 我画个什么 主啊 帮助我 我们基督徒 我们有一首歌说 真有福 为什么 天主给我们在一起 这是我们的幸福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靠他 都可以求他 在任何时候 我们不是孤独的 这是基督徒 这是今天这句话 小孩子们来得天主的祝福 让我想到这么多 何时候 你要想到这首歌 这首歌 心里 是不是 咱 cup 感谢观看